Komi Kurela 这首歌呢 是迪士尼的这个时尚恶女 Kurela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认不认识她 可是对我们来说呢 这个是童年的噩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Kurela 这个人呢 在那个 101 中国里面呢 就是里面唯一的大反派 那他在里面是一颗可怕的老妖婆 他的那个头发一边黑一边白 然后开一台那个 长逢跑车 然后就是一个长得很肉的老妖婆 所以呢 小时候看他又一直他想要杀狗狗要剥皮 就觉得他很可怕 可是呢 到这个现在迪士尼呢 他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帮迪士尼的反派 算是帮他翻案 所以呢 像他之前那个 那个睡眉人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巫女 这不是有安杰丽娜丘丽严的吗 就帮他重拍了电影 然后 这个Kurela 呢 也是 就是帮他翻案的一部电影 这个Kurela 他在这一部电影里面 他演的跟 不是101中狗的故事 而是演Kurela 他如何成为Kurela的故事 那他这个故事 大家可以自己看电影了 我只能说爱马斯东真的很准 所以 他在里面 不管做什么疯狂的举动 像笑儿一样的举动 你就觉得 迷人的那种感觉 我必须说 虽然这么说 可能会 有很多人不高兴 可是 我必须说 他比自杀突击队里面的小丑女 正多了 真的 就是小丑女 他的疯狂 我完全他不知道他在疯什么的 可是 Kurela 的疯是一种艺术家的疯 就是他的一切的疯狂 带来的就是一种疯狂的美感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说电影里面的疯女人的话 我首推Kurela 真的 非常推荐她 虽然我太太觉得她演的还是不够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 我们垂毛求此了 你如果说 要去找这个疯女人的话 可能有很多人可能演得比爱马斯东好 但是 对我来说他只要比小丑女好就行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如果你很喜欢小丑女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比较喜欢Kurela 那这个Kurela 这首歌 他是一种摇滚风格的 他的曲子 他有一点奇幻 有一点吟唱的那种感觉 那前面呢 最开始是这个Bass 他的这个力道呢 我看 DG68 他大约是在100Hz 左右 那这个100Hz 左右的声音呢 其实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在你的这个物质里面 很容易在他这个 砰的时候呢 你的房子里面会跟着震 而且他很容易有低频淤积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你听这首歌 前面他那个Bass 你如果听起来 你的房子里面 会有让你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 你的声音是 这样的感觉 那你就要调整你喇叭的摆位 那如果你有 DG68 的话 也可以从 DG68 把 EQ 线 把它往下调一点 但如果没有的话 调整摆位 调整你的 Towing 角度 让这个低频的淤积 让他散掉 那很多人会说 靠摆位是不可能解决低频的问题 那我会觉得你自己试试看嘛 其实也不是只有我这样讲 蔡克信医师 他在教他的这个 摆位的香荣18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也是 解决低频淤积的问题 那这个东西呢 我只能说你自己试试看 如果你发现你听不出来 不要玩音响 有很多东西可以玩 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呢 他前面他是一个女生 Cuella de 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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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慢慢地有点像是那种 我记得有一种摇滚 是歌的摇滚还是什麽 他会有一种吟唱的感觉 我很喜欢那种感觉 我有两张 CD 都是这样 但是 我不知道 塞到哪里去 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唱法的那个摇滚 那他 他前面有一种 Cuella de 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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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搭配如果你看 YouTube 上 MV 的话 那就是 Cruella 他在崛起的那个过程 然后一些疯狂的那个美感 整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首歌 所以我非常喜欢 就是第一个他的录音很棒 他的整体的声音非常饱满 他的那个主唱的那个声音录得非常饱满 那再来就是他的那个声音往上拉 就是那个这样 他的那个力道还有他那个穿透力 你如果用 Fine 听的话 他真的就是一个人在你面前唱的那种感觉 他的声音是非常有力道的 那如果说你用那个硬弩听的话 那他就是像是舞台一样 因为他的伴奏乐器是 散开的 然后中间就一个人 正常人的大小在那边唱 那所以 他真是这种感觉 就会真的有一种好像你真的就是 置身在那个画面裡 所以 我有时候听这首 因为我有 CD 有黑角 那有的时候 我就不会只是用这个 我会 开我的电视 然后用 YouTube 去看他的 MV 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听的歌 而且搭配上画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我们这一次 12 月 15 号到 18 号的 原山音响展 除了在原山饭店的 105 号房 会展出我的大全套 F1-12S 搭配 Accuphase 旗舰系统之外 我们在我们的音响沙龙 路民也同样有活动 这一次的活动 我把时间挪到晚上 方便大家下班课直接来 那一样也会带大家听我们的严选音乐清单 同时也会有我陈寗本人亲自现场讲的讲座 带大家去体验不同的唱头 在拨黑角的时候会有什麽不一样 这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就是说唱头是不是真的那麽重要 很简单 我们这里有鹦鹉螺 我直接用同样的唱盘 搭配不一样的唱头 放给你贴 那关于详细的细节呢 现在你直接点影片下面的资讯栏 裡面就有报名的连结 那报名方式跟上次一样 就是依照座位来划分价格 选择你想要的座位 选择你想要的饮料 选择你要来的日期就可以了 那这个座位是非常有限 所以大家赶快点赶快看喔 就是这样我们到时候现场见 拜拜 associated 打电池 可以 两个壇。 期刀 不 9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